一年一度的东方风云榜盛典将于8月9号 在上海隆重揭开帷幕 这是中国所有顶尖流行音乐人的成长摇篮 他见证了刘欢 孙楠 毛阿敏 纳英等众多歌手的辉煌史 今天 发展至今的华语乐团迎来了大换血 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新人 他们接力前辈的担子继续向前奔跑 据悉 张亮颖 周深 张艺兴 刘雨宁 刘雨昕 萧贵 王林凯 汪苏龙 王嘉尔 阿云岗 张延祁 邓紫棋 黄林 阔尊等人已拿到入场券 这个阵容可谓是众星云集 群星回萃 那么又有哪几位歌手能收获奖杯 获得粉丝专属门票呢 拭目以待 目前各种票选活动井然有序的展开着 刚刚结束了第28届东方风云榜网络影响力男歌手团体 及女歌手团体的助力活动 紧随其后是微博人气歌手团体的助力活动 最令人心动的是 这项活动的福利多多 最终声浪值排名前三的歌手 粉丝还可以获得奖励门票 其中位列第一的粉丝团体会获得50张门票 位列第二的粉丝团体会获得30张门票 位列第三的粉丝团体会获得10张门票 此活动一经发布 瞬间引起各大粉丝关注 截至目前位列前五的是 刘雨昕 张艺宁 刘雨宁 周深和小鬼王林凯 究竟花落谁家 拭目以待 参加选秀节目出身且绝对C位的刘雨昕 以其沉稳的舞台表演 华丽多变的展现风格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 这一路的成长 她用勤奋和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证明着自己的潜力无穷 今年的东方风云榜值得她的加入 更期待她拿下属于自己的荣誉 在刚刚结束的综艺《向往的生活》中 张艺兴将自己的原创音乐《香江水》进行了改编 是说唱和古典相结合 让观众体验到不一样的惊喜 在这个夏天 这就是街舞4也将和大家见面 看来喜欢张艺兴的粉丝有眼福了 活动接连安排 摩登兄弟刘雨宁 近期可谓是风生水起 影视乐坛奇开花 刚刚结束的电视剧《长歌行》 使得她收获一群粉丝 这不忙碌的她又进组了 期待《安乐传》早日杀青早日播出 歌手出身的她虽然跨界到演艺圈 但是并没有放弃音乐之路 近来各大热播剧都能够听到她的声音 可喜可贺 才被青蛇结起的音乐总结 郭浩伟点赞过的周深 又被其导演黄家康夸赞 她不但帮我们完成了一首歌 她是在创作 她对自己音乐也有执念 这就是她对音乐的态度 夜以继日只为追求心中最完美的剧本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的活动都是需要依靠微博来完成的 微博粉丝数量不大的周深 却能够脱颖而出 这就是她对音乐执念的回报吧 看来这次的活动竞争比较激烈 掌获此项大奖 并获得粉丝门票的歌手会是谁呢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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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